沙拉越美里是一个已经有超过80年历史的地方 当初靠着石油发展起来 吸引了各族群先来定居打拼 虽然大家分属不同种族与宗教 但是却能和平共处 呈现出最根本的马来西亚精神 现在让我们暂时撇开沙洲选战的小渊味 去感受一下这股来自犀鸟之乡的和谐氛围 这红色屋顶是一座基督教堂 但它隔壁就是一座清真寺 这样的景象对很多西马人来说或许很特别 但东马人几乎习以为常 和半岛时常传出种族纠纷相比 美里这座教堂和清真寺之间 只隔着一道矮矮的围墙 十字架和月亮同时高挂 是最典型的宗教和谐象征 在美里历史最悠久的巴沙达姆姆西巴市集 各组小贩一起摆摊一起聊天 一般的华人咖啡店里 也可以看到不同肤色的人坐在同一屋檐下喝茶聊天 这样的和谐景象 不管是老一代的美里人 还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都竖起大拇指说散 这种和谐景象除了在地人 因以为豪之外 也成为许多西马人抵达后最深刻的体会 美里即将在这个月底迎来升格为41周年 尽管城市化的脚步无法避免 但这种和谐景象 已经足以让人对美里留下美丽印象 NTV7杜文杰 沙拉月美里采访报道